万荣乡红业国小举办113年度创校90周年及春校联合运动大会 县长徐振卫一大早也前往一起欢庆致意 活动还包括了社区展演还有拔河大队接力赛等 非常的热闹 万荣红业国小举办了113年度创校90周年及春校联合运动大会 县长徐振卫一早特别前往一同欢庆致意 也跟孩子们一起跳健身操 万荣国小全校有44位学生 校长陈岳珠多年来对红业国小的付出跟奉献 以及早期日聚时期种植许多丰树而得名的红业部落 更感谢乡长梁光明的用心耕耘 最近红业福利鸡蛋生产合作社以老人养鸡 为部落长者找上机 我们的幼稚园和小学因为我们有所有的家人一起守护 所以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我们跟天和饭店来合作 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红业的福利蛋对不对 是 我们在旁边还有文件站 而我们社区发言协会的理事长王德成 理事长原来也是校长退 所以把我们的老大人照顾好 而且还让老大人能够开开心心养鸡 然后生蛋 然后可以有经济收入 各村民也都到场与孩子同乐 活动包含了社区展演 以及拔河大堆接力等竞赛 相当热闹精彩 记者高双双万荣香采访暴动 好